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測量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手圍起來 然後呢放在我們的小腿這邊 那如果我們從小腿 從這裡一路下去的時候 手會被撐開 像我現在這樣子 我沒辦法整個一直從頭到頭握著 手會被撐開 那這樣的肌肉量一般是還算不錯啦 但是如果說 有一些肌少症的患者 他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很容易就下去啦 甚至他還可以有空隙 中間還會空隙 那像這種情況 就有可能要擔心是我們肌少症的狀況 我們常常說 這是一個很簡單一個篩檢方式